主料,吐司一片,鸡蛋一个,辅量,黄油,白糖,牛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取一个鸡蛋只用蛋黄哦,搅匀,将牛奶倒入锅里温热,就是看到四周开始出现泡泡就可关火亮火,就是温热可以入口,而感觉,将少许黄油,适量白糖倒入牛奶里,再将加了黄油白糖的牛奶, 缓缓倒入蛋黄液里再搅拌均匀,倒回到烤碗里,注意只需要八分满就好了,将吐司面包切成小块,全部进入蛋液中,充分吸足牛奶蛋液,放入烤箱上下火170度15到20分钟即可,时间,根据自家烤箱来定,儿子说很好吃,刚刚出炉的时候高出烤碗很多,很漂亮,可是忙着做其他没来得及拍照, 儿子又不喜欢热的,放置温凉了才拍的,烹饪技巧,细节都在步骤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